HELLO 大家好 我是天线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单元 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分支 轴型图件 每次会依照种类的不同 而分批介绍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轴型 首发就来一点特别的锯齿攻击轴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帮我按一下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可以的话 帮我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陀螺之势跟改造哦 那我們廢話都說完了,趕快來開始吧! 接著讓我們來一一看到畫面上的這幾顆軸心 這一軸,最原始的鋸齒軸心 軸心名稱Jaggy也是鋸齒狀的意思 在早期可是是數一數二的攻擊軸心 到場速度還好 還是比伊凡的A軸還快 那它的優點就是厚起來蠻穩定的 塑膠確定是它抓地力不夠 雖然還是蠻容易滑行的 像它雖然有點梅滑 可是梅滑軌心很小很小很小的 SP軸,類心型的鋸齒狀 軸心的側面也有做一些空氣力的構造 左右迴旋時能呈現的效果會不太一樣 左旋時為下旋力,且鋸齒軸是逆著跑 速度會較快,右迴旋時則為上旋力 鋸齒會改為順著跑 速度跟左迴旋比起來稍嫌慢一點點 不過尾速會比較強 不過這兩者的差異並沒有到很大 Craig elcar shortcut �트 З 出了 cons mów 滴旋 hom 滴旋 塑膠也是蠻容易往外跑的 JL軸SP軸的橡膠版本 除了繼承SP軸的特性以外 更增加了橡膠的抓地力 比SP軸跑得還要更快 但轉速也相對消耗比較快 速度就更快了 不過消耗的轉率也比較快 它除了往外跑以外還會衝上斜軌 RB軸 擁有變化機關的鋸齒軸心 前起回轉率大的時候 軸段會升起來 會是個小小的圓柱體 軌跡偏中圈運行 後起回轉率快沒有的時候 啟動機關 則改為鋸齒接觸戰鬥盤 鋸齒狀加上直徑變大的BUFF 使圖兒的速度增快 也有了二次擊飛的可能 加速加速加速 加速加速 然後加速加速 DX軸 這個軸心應該是大家最熟悉不過的 攻擊軸T1沒有之一 軸端的直徑大小跟J軸差不多 但多了活動機關 大幅增加了它的尾速 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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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W軸 金屬的鋸齒軸心 比起其他較尖的鋸齒軸 它的鋸齒算是比較偏花狀的 金屬跟塑膠比起來摩擦力較小 且重量也跟著提升 原本應該是不錯的軸心 但兩側多了合金鍵 讓整體的平衡撞到時容易被破壞 雖然在軸心的高度上增加了不少 但最後還是排除不了合金鍵觸地的危機 不然直接讓軸心擁有理性力是個不錯的想法 除了繞場以外 它旁邊的鋸也會稍微磨到一點 所以聽到比較多噪音 那整體的看上去是蠻穩的 不過被創一下的話 應該鋸機變化會比較難過一點 加上它的那個 兩端的劍會吃地板 那摩擦力更小了 不過還是有離奇力在 所以它自由速度還是有 就是啊 PW軸 彈簧的鋸齒軸心 也是鋸齒軸中 齒橫最密的 是我覺得齒橫密度中 最舒適的狀態 OK 目前鋸齒的攻擊軸就包含了這7種 我想要做一個類似資料庫的概念 讓各位玩家在下手買之前 可以先來看看這個影片 看有沒有GET到你 那你希望未來這個單元 能夠持續幫到大家啦 還想看什麼走行走類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